各位听众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的 不幸就别 摩羯座 不好意思 摩羯座感染到我的感冒 好的那您就先休息咯 先休息 是的我们不幸就别听 本周将由天秤座来播报 牧羊座 星象上显示有陌生人要前来造访 可能是你们家有人要生小宝宝了 金牛座 运势受到阻碍 本周适合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散散心 比如说撒哈拉沙漠 将可以改变你的运势 双子座 运气有些混乱 是该找时间好好整理整理 巨蟹座 本周可以说即星高照 半夜照镜子的时候 在镜中只会看到自己 不会看到鬼 狮子座 这个礼拜将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例如说发现老板赤裸裸的跟拼头在一起 这个礼拜当然也会遇到一些无趣的事情 例如说被老板发现你赤裸裸的跟他的拼头在一起 处女座 有重要的工作将会落在你的肩头上 是的 公司要搬家 你总得要帮忙扛点东西吧 天秤座 应该避免在电话中谈论极机密的事情 否则会谈很久很久 这个礼拜的电话费将会暴增 天蝎座 这个礼拜的赌运奇佳无比 逢赌必赢 可惜啊 你连一个赌友都找不到 射手座 有空的时候不妨多喝几杯咖啡 不然你上次买的那些咖啡将会在下个礼拜过期哦 摩羯座 天蝎座快让我抱我 好的 摩羯座 本座将会跟吵架中的情人重修就好 如果你们没吵架的话也没关系 你们现在吵还来得及 阴谋 担心各位听众可能听不清楚 我再说一次哦 摩羯座 本周将会跟吵架中的情人重修就好 如果你们没吵架的话也没有关系啊 现在吵还来得及 还有要保重身体哦 水瓶座 运势的走势呢 可以说是十分的诡异哦 一下子向东 一下子向西 呃 才一会儿的功夫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双鱼座 人际关系良好啊 本周不会有人拿着枪指着你 要你拿钱给他哦 以上就是本周的星座运势 不幸就别听 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你们这便按照 我先听说了吗 我先听说了吗 就别听说了吗 我先听说了吗 回来 你们这种想法 多没有什么